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7号星期二 川普3月17号 在今天表示为应对疫情 正考虑向部分国民派发1000美元 部分国民什么意思 就是百万富翁的不算 就是说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以上 不算100万美元以下的 每个人派发1000美元 我还有点小激动 财长姆努青说 在未来两星期之内 会向国民寄出支票 透过经济补助来抗击疫情 但他没有说 就是说到底这金额是多少 川普说1000 但是财长这边 到底是不是真的给1000 还是给多少 现在还没有定 咱们到时候再看再说 他仅透露说金额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笔金额 然后他说金融市场不会关闭 可能缩短的交易时间 也就是说股票还是可以交易的 只不过可能时间会缩短 然后对航空界的打击 只要911更加严重 那么将协助航空业界 来应对这次疫情 说实话 我觉得 我经常说 如果每个人都发1000美元 就跟没发一样 但是他如果定 就是说百万富翁以上不发 我觉得还好 但我觉得这标准定的有点高 意义还是不大 对 因为美国百分之风其实不是很多 我觉得应该定到50万 就个人资 但是你得这么说 你现在在纽约 你只要有套房 好一点的 一套 我哪怕就是说什么663那种 我估计 663 当663那种不能算 就你哪怕是那种 就是说联动的小别墅 你很有可能就过百万的这房子 对吧 所以你要是说的话 如果就是说 把个人资产 动产 不动产 都算进去的话 那么过百万的话 其实还是真的 砍下去很多人 因为我们知道 就咱们的朋友 在每个 你在纽约 你随便买一套独立的小house 都差不多都过了 都过百万了 对 对吧 所以这样会砍掉很多人进去的 而且麦哈顿这边的公寓 基本上也都一百万一个 对吧 不过当然了 这是纽约 纽约特殊情况 如果你算到外州 外州的话 咱们联系 那朋友们很多 你看在外州 不也都一百多万的房子吗 对不对 所以只要把房产一加进去 很多人都过百万 你要这么说也行 那我要说限50万的话 就更狠了 这边很多的公寓的话 买一个公寓 可能都过50万 咱们那天去看的 咱们那个朋友 他们那家 他家不就是吗 对 随便一个粮食一厅 就过50万了 对吧 因为房产在这儿了 对吧 纽约的house 现在基本上 你只要拿一栋的 除非你是拿半层的那种 拿一栋的 哪还有50万以下的 对吧 所以你这么说 其实一百万也是扔了很多人 出去 不过当然大农村不一样 大农村一个房子才十几 十几二十几 纽约真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要不就是旧金山那边 我看也挺贵的 是吧 拉斯维加斯那边的朋友 你看他们的房也都挺贵的 对吧 所以反正也还行 我觉得百万也还是说得过去 是吧 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发了1000美元 还是可以的 因为有一些人真的 他就差这1000美元 我们不说撒2000美元结婚就撒不出来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要真的发1000美元的话 是有一个帮助的 终身打事都搞定了 对 你拿1000块钱 终于可以结婚了 感谢疫情 感谢川普 而且据我们所知 那些人在2016年的时候 那些人实际上 我跟他们聊天 我说你们支持谁 他们都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那是都不好意思说的 但是现在已经口号都喊出来了 你会发现那些人的Facebook上 全部一面倒的 都是在支持川普 对 2016年的时候 他们是偷偷投票 表面说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想好 对不对 但是到今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一片就是真的 一片红色的海洋 全都是川普的支持者了 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 今年这次选举 虽然疫情给川普的选情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就目前来讲 很多人认为 可能这次疫情会葬送了 川普的连任 到现在为止 我不这么认为 尤其川普一人 才8个1000美元 他们结婚 但是跟这没关系 不过也有买选票的 这个嫌疑 我觉得是有的 像这种这样的发钱 我觉得也是为了选举 川普现在一系列的行为 我觉得的确是为了选举 因为今年是选举年 就来讲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次疫情 它包括之前 它为了影响经济 胡说八道的一些 但是一旦厉害了之后 他采取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措施 我觉得都是在为选举 去做考量 思考美国政治的话 必须要考虑到选举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 什么时候给我寄来呢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